本期奥运中国为您带来 赛场上三年赢得大满贯 赛场下带领中国男兵队再续辉煌 奥运参与者为您讲述 中国男兵主教练刘国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国家队记事 向您呈现双大姐妹郑洁燕子 为网球运动执着坚持的故事 新疆堂请来中国男派队长沈琼 为您讲解排球的基本技术动作和观赛礼仪 很另外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阳 大家好我是王周 欢迎收看奥运中国 从这个月开始 北京奥运会的城市志愿者招募工作 将正式的启动了 这也是北京奥运会志愿者招募工作的组成部分 预计到时共有40万名左右的城市志愿者 将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提供信息资讯 语言翻译应急救助等相关的服务 而由北京奥组委主办的奥运家庭由北京活动 也引起了海内外观众的积极响应 每一个参选的家庭都有各自与众不同的精彩故事 一起来看本周奥运行动 本周以建设新北京贡献新奥运为主题的 北京青年奥运共同行动在北京启动 仪式现场 八名青年代表全体志愿者宣读了行动宣言 他们表示在工作中尽其所能发挥作用 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 服务社会 上周来自青岛的五个奥运家庭登上劳山 共同参与了奥运家庭由北京的青岛劳山环保型绿色行动 参与活动的家庭首先在绿色奥运的横幅上签名 表达了为绿色奥运做贡献的决心 随后这些家庭进行了登山和捡食垃圾的比赛 最终首先到达终点四水潭的杨帆青岛家庭获得了第一名 由于沿途地面非常干净 所以大家捡到的垃圾都不是很多 但每个家庭的成员却非常开心 因为这说明劳山的环境越来越好 而且参与这次活动也实现了他们参与奥运 奉献奥运的愿望 本周的奥运家庭相连介绍的 是一个来自德国的三口之家 Peter一家 他们在北京开了一家绿化公司 目前专门负责固定修整奥林匹克公园里的树木 可以说是奥运的参与者之一 因为全家对北京奥运会都很关注 前不久他们报名参加了奥运家庭游北京活动 Peter的公司利用绳子对树木进行固定 让他们更加自由健康的成长 在奥运区公园 他们已经完成了一百棵树木的固定 到奥运会开幕时 他们将为公园增加绿色 一起迎接来自全世界的客人 皮特关注奥运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工作 他还是个业余的运动员 在德国的时候 他参加过自行车和摩托车比赛 虽然没有拿到过什么名字 但是从中他也体会到了运动的乐趣 皮特的儿子焦义今年三岁多了 受到爸爸的熏陶 自行车骑得不错 在记者的镜头面前 他显得十分自信 周末的时候 焦义还会和爸妈妈去健身房健身 虽然每一样东西对他来说都有很大难度 但是他还是很享受这样的运动健身过程 上周皮特一家还参与了奥运家庭有北京活动的家庭羽毛球赛 和其他中外家庭接触交流 共同体验了运动的快乐 乒乓球运动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有着取足轻重的地位 而刚刚落下帷幕的萨格勒布施拼赛 对于中国南拼的主教练刘国良来说 又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不过还有一个更大的考验在等着他 那就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面对在家门口的比赛 刘国良坦言压力很大 刘国良的职业生涯呢 可谓是充满了传奇色彩 做运动员时呢 他是中国乒乓球第一位囊括世锦赛世界杯 奥运会所有冠军的大满贯得主 而在退役之后呢 他又成为了中国乒乓球历史上少有的年轻少帅 今天的奥运参与者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位乒乓少帅的奥运新生 在刚刚结束的第49届世界乒乓球的奥运赛 中国队再次包揽了所有项目的冠家庭 这也是中国队第三次包揽全部五个单项的冠家庭 以前作为运动员就曾经获得过如此殊荣的刘国梁 如今作为男队的主教练 在这次实验赛上带领王立琴 马林 陈奇 继续创造着辉煌的历史 2003年 刘国梁开始执掌中国男子乒乓球队的率运 到目前为止 已经过去了四年时间 从运动员到教练员 这种角色的转换 曾经让年轻的刘国梁感觉到不小的压力 刚刚上阵的刘国梁很不适应教练的角色 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 确实感觉累的话也可以提出来 也可以休息也可以就是减短时间 但如果说自己体力可以的情况下 尽可能集中训练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你要站在队伍前面这种讲话的时候 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的 它有一个这种过程 和这种平时下来讲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碰到的问题不见得大战的时候一定能过去 你现在状态好也不见得大战的时候一定这种状态好 上任后的种种压力也变成了刘国梁前进的动力 这位年轻的主教练已经对带队有了自己的一套方式方法 和队员们的相处也更融洽 因为年纪跟他们比较这种接近 所以跟教练队员比较能够沟通 而且相处的比较这种融洽 所以我感觉自己带队里头呢 要根据这种队伍现实的这种情况 包括我自己的这种性格跟个性里面 带队伍呢 既要这种人性化 又要严格管理 所以这两者一定要这种结合的好 刘国梁带队训练和以往的其他教练 有着很多不同 有不少出人意料的训练方法 都是刘国梁发明的 比如在乒乓球台上抹油 加快球的运转速度 让球的落点更不规则 锻炼队员们的反应能力 除了不断提升国手们的技术 刘国梁更注重锻炼队员的心理 他会将比分牌翻到训练场 把比分翻到关键分 来增强队员在关键时刻的心理抗压制 他还请教授来讲孙子兵法 讲论语等等 这些看似与乒乓球无关的讲座 其实拓展队员的思维 不光是他们在赛场上的判断能力 也使他们在场下更善于为人处事开拓事业 打赛前为了放松 他还经常组织队员进行拓展训练 打法放松等等 这一系列既新鲜又实用的训练方法 让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乒乓球主教练 得到了队员们的充分信任 尽管在管理队伍方面 刘国梁胆识过人受到广泛好评 当他这类男队在多哈市井赛团体项目上夺冠之后 却在随后的雅典奥运会上 遭受到一次不大不小的打击 奥运会乒乓球比赛 最被大家判断的就是男子单打项目 中国男队从1996年开始 从来没有丢过这个项目的金牌 刘国梁同样不希望在这届奥运会上 正如赛前所预料 中国队和韩国队的队员在决赛中相遇 王浩对阵柳成敏 尽管王浩的实力比柳成敏稍战上风 但在场边做指导的刘国梁 却一丝一毫也没有放松 第二局 王浩以10比7领先三个局点 但被连锥两球 这个时候刘国梁叫了暂停 尽管在后来的比赛中 拿下了这一局 但是乒乓球比赛中只有一次暂停的机会 所以刘国梁这个暂停时机的选择颇受争议 但是刘国梁却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说再不叫暂停的话 如果说10比7领先再被对方追回去 打到2比0的话 你再叫暂停的话就很难打 宁可损失一个暂停能够把这局赢下来 到真到1比1同样起保线 王浩还是有实力 所以当时叫下来只有10比9的时候 还是11比9赢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没有问题 接下来的比赛中 刘国梁的表现让人大吃一惊 他的气势完全压到了王浩 最终王浩以2比4落败丢掉了冠军 在舆论压力面前 刘国梁却把第四失利 当作是另一种形式的减压 太早倒是带队的时候 你说96年全包 2000年全包 你2004年全包 2008年不还在也是全包 到时候你全是全包的话 你很难打 这个钱啊 它绷得太紧了 肯定会有断的时候 肯定不可能南县上永远不出事 所以04年出事 争取在08年的时候 对我是一个教训 对南队是一个教训 08年我们不能再 干这样的事 错误 丢掉了一个奥运会的冠军 并没有动摇 中国乒乓球男队的信心 在去年的布莱梅团体赛中 中国男队再次击败老对手韩国队 实现了团体赛的三连冠 这一场又一场的胜利 记录了年轻的刘国梁 奋斗的每一个足迹 当教练以后 他的体型有些发胖 按刘国梁自己的话来说 由于不做运动员了 消耗少了 运动量小了 所以他的体重从原来的120斤 激增到150斤 2006年8月 已过儿立之年的刘国梁 终于和相爱多年的恋人 王瑾举行了婚礼 中国人常常用成家立业 来表达一种人生状态 但是对于刘国梁来说 可以说是立业在先 他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乒乓球大满贯的南拼运动员 那一年他才23岁 1996年的亚特兰大 以刘国梁和孔令辉为代表的新生代胜利军 被人们寄予厚望 刘国梁和孔令辉配队组合的双打阵容 没有让大家失望 他们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在决赛中战胜了队友王涛和李林 单打比赛中刘国梁也杀进了决赛 但是他却碰到了他最不愿意碰到的对手之一 王涛 这话我真正在比赛当中啊 最终最不愿意碰见的两个对手 一个是孔令辉 一个就是王涛 因为他们两个势力都非常强 单打水平相当出色的王涛 从来没有在世界大赛上赢得过男单冠军 因此亚特兰大奥运会被认为是王涛最后的机会 面对自己的老大哥 尽管实力不占优势 但是刘国梁依旧信心十足 从实力上来说 当时跟王涛是没法打的 当时自己就给自己分析 比如说当时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拿了一块金牌了 至少一金一银了 保一真二 这种心态比王涛好 就感觉自己比较年轻 对我来说这第一届奥运会 对王涛来说最后一届 良好的心态 果然帮了刘国梁的大马 他在比赛中完全放开了手脚 超水平发挥 前四局比赛 双方战成了2比2 在决胜局当中 王涛变得非常急躁 刘国梁抓住机会 很快以21比6 大比分取胜 最终赢得了奥运会的南单冠军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就获得两枚金牌 这在人才济济的中国乒乓球队中 非常不灵 从1996年 亚克兰大奥运会首次夺冠 到1999年的式兵赛 刘国梁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就成就了大满贯的辉煌战绩 这在迄今没止的 男子乒乓球历史上 是绝无仅有 其实 不管是当运动员时的 年轻小伙子 还是现在 微微发福的主教练 刘国梁每一个角色 都拜年得很出色 萨克勒布的辉煌 可能很快就会被时间 甩到脑后 接踵而来的最大挑战 就是2008年的 北京奥运会 不过刘国梁正踩着 坚实的脚印 一步一步向前 也让我们对他 和他的中国男兵队 更加放心 08奥运 它是一个 每一个教练员和运动员 它最大的梦想 因为它不光是 仅仅是奥运会 而且特别在这种本土作战 在中国又是第一次 所以我觉得 这个对我们来说 是一种荣誉 也是一生当中 可能最有价值的一次比赛 所以任何一个教练运员 都不会放弃这种机会 我觉得我们会拼尽全力 去争取最好的成绩